所以谢谢直刚 你把那个主持人转交到我这边 好谢谢大家 主持人给你了 好因为我现在是在北京 而直刚现在在美国 我们躲着整个地球来给大家做这个直播 特别感谢直刚给我们这个平台 在这之前呢 直刚真的是两天两夜 我觉得一直在忙活 给很多的给我们整个环节设计了很多的细节 相信大家会喜欢 现在打开了我的屏幕 你们能看见吗 可以看到 现在稍微预远慢 可以了 现在看到的是你的桌面 好 特别感谢 今天呢 其实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个特殊的教学资源 之前呢 我们大家作为老师 对教学资源是不陌生的 但是呢 很少有人会把这个报刊杂志 这些东西会作为教学资源来考虑 我觉得直刚是一个非常的内行的 这样一个的黑剑人 他呢 是 他提示我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学资源 我们呢 我们呢 以前做出版的人总是觉得这个酒香不怕巷子深 后来呢 有老师告诉我说 酒香也怕巷子深 一定要有伯乐来来看 来来推荐 所以我说我们就走到台前 来给老师们介绍一下 这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教学资源 你稍等 我看有老师反馈说这个屏幕看不到 大家可以看到吗 如果看到的话 大家给我打个1好吧 你可以看到吗 我没问题 好 我觉得绝大部分老师都没问题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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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作为原教学的老师 因为我曾经也是一名对外汉语老师 我也教过很多种的课行 包括各种的暑期班 长期班 那作为语言老师来说 我们最熟悉的东西是什么 教材 对不对 我们知道要有课外读物 要提供给学生 同时社会实践 是一个立体的提供给学生的一个打包 那老师们最喜欢的是 我给学生这样一个套餐 有荤 有素 有干的 有稀的 但是学生们比较喜欢的这个学习方式 我们自己想一想 我们学外语的时候 学习方式 我们喜欢的是什么 我们喜欢的是自助餐式的学习 对不对 最好老师给我无数的东西 非常丰盛的一个盛宴 然后我可以随心所欲的挑选 老师给一些建议 然后在这个里面 我可以选择我要吃的东西 封简尤人 那第二呢 是我希望能有很多高品质的阅读 这是大部分成人学习者的一个心声 但是我们知道 大部分的这个学生 他的语言能力还不足以达到 可以做一个深度阅读 用中文进行深度阅读的能力 所以我们又很难 我们又不能说 你中文水平还不行 你看不了人民日报 所以你就不能关心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报道 或者是文化方面的一些很深入的报道 对 他这是有需求的 他的理解力 他的认知能力是达到了的 但是语言能力没有达到 所以他需要真正关于中国的高品质的阅读 第三是需要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 那这三点 其实我觉得 我们的这个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杂志 汉语世界 就是提供了这三样东西 给我们的老师和学生 以前在我当老师的时候 我其实经常很紧张 我是想 学生为什么要让喊你一声老师 为什么要让你是老师 而不是去跟AI学习 那我们有现在有跟AI学英文 也有跟AI学中文 对不对 为什么 他是要有这样的一个真人老师 你的这个职业价值究竟在哪里 后来我慢慢的觉得 其实你懂中文是不够的 你是一个中国人 这不够 你要懂中国 因为在学生心里 你老师就是比我更懂中国 我不是中国人 你是中国人 所有关于中国的问题 我都要问你 很容易就把我们的老师问住 我举一个例子 短段时间我就听到 我们的编辑说 因为我们的团队里有这个外籍的编辑 他们说我们看到一个词 有人说叫车离子自由 这五个字我都认识 车我认识 离我认识 子我认识 自由我也知道是什么意思 车离子自由是什么 在这个群里面可能有一些 在国外的老师已经不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了 因为这是一个很新的词语 大家听说过财务自由 对不对 后面我要讲 所有这些新词语 它有什么样的 它出现 那背景 那这样的问题我们知道 学生会问你 那你要做好准备 我不知道我要知道 它上哪里去查 我要知道推荐给学生读什么 第二是更深的文化 什么样叫更深的文化 我们还给学生讲长城 讲考压 讲兼职 讲京剧吗 这个我觉得 如果一个老师还停留在这样的 这个话题上来给学生介绍中国 我觉得可能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你的课堂不会吸引很多的学生 我们需要挖掘很多更深的东西 第三是更广的话题 那学生当他的认知能力 认知水平 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 我的老师教的是大企业班 精英班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下 学生想要跟老师谈论 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深层次话题 那我们老师有没有准备好 在这些话题上 给学生足够的东西 师姐我打断一下 不好意思 我看有老师留言说 初老师讲的特别好 我这边听初老师的这个话筒 稍微有点回声 大家有没有 就有电音感觉 对背景有沙沙的声音 然后要不要这样 你试一下 昨天就是那个 我把这个话筒 现在拿得离远一点 你们觉得可以吗 现在还是稍微有沙沙的 你试一下 昨天咱们试设备的时候 就是他 我昨天用的就是 我现在用的就是 昨天跟试设备一样的耳机 对因为感觉是有一些 现在还是有是吗 对稍微有一些 你再试一下 我换一下这个耳机的位置 可以吗 好一点了 对你的电脑旁边最好 不要有别的设备 好没事 没关系 您继续吧 可以这样可以吗 对把手机放远点 现在 现在的声音 没事没事 世界你继续吧 不用纠结了 好的 好的 好 我想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杂志 叫做汉语世界杂志 我们每一期聚焦一个中国热点 我们会给 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 我们会帮助你挖掘更深的文化和帮你寻找更广的话题 大家可以看到最左边的是今年的第二期叫中国抗议史 那我们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讲故事 我记得当时是我们怎么会想到这个选题呢 因为有人在问说为什么中国人可以接受口罩 而我美国他们就很难接受口罩呢 然后我们发现我们挖掘了一下 发现中国自古以来大瘟疫在每一个朝代出现的时候 我们是怎样去对付的 我们是有一个非常长的历史文化 这个战役的历史可以推到几百几千年前 那从我们就找到了几个非常典型的例证 比如说这个明末清初的这个天花大流行 一直到王公贵妻都要到这个必斗的地方去躲避这个瘟疫 那到这个二十世纪初东北的大鼠疫 那怎么把这个鼠疫平息掉的 是武联德博士发明了武士口罩 那中国人最早口罩拯救了生命 所以所有对这些卫生知识对口罩的接受 其实它是都是生命换来的 都是由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 有故事来在这个背后积累的 所以没有无缘无故的这些 所以你当代看到的现象 我们都有故事来支撑它 中间这个是酒庄葡萄酒 大家知道法国的葡萄酒 但是没有人知道 中国有很多的这个很有名的酒庄葡萄酒 这个产业在中国正在兴起 第三个是滑雪产业 那现在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 大城市的人冬天干什么 不是盘腿上炕了 大家去滑雪 那中国有哪些滑雪圣地呢 甚至日韩周边的国家都来中国滑雪了 中国的音乐节 摇滚音乐不只有西方才有 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摇滚音乐节 中间这个源于大家的一个问题说 为什么出租车司机旁边放的那个保温瓶里 总是泡着一些奇奇怪怪五颜六色的东西 这些是什么 为什么 不是有一个俗语叫 看他拿的保温瓶里泡什么 就知道他有多大岁数吗 是吧 是男是女保温 多大岁数 从保温瓶里就能看出来 这个里面是折射的是一个养生观 好 游乐园 大家知道 侏罗纪公园 那中国有没有这样的恐龙园呢 我们的边界发现在山东的诸城 有恐龙乐园 为什么有一个这么大的恐龙主题游乐园 因为在那里发现了恐龙化石 它是一个整个恐龙考古 从考古而引申而来的一个产业 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 那学生说 那我们有脱口秀 我们在西方看到脱口秀很普遍 那中国的这个 中国人也有幽默感吗 这种幽默感体现在什么样的艺术形式上 我们的老师说 我知道相声 我知道小品 那好 我们研究中国的喜剧 其实自古以来 从滑稽剧 双黄等等 各种各样的这个亚剧 从西方过来的 也有我们中国本土就有的这样的喜剧形式 并且现在在年轻人的生活当中 还有很重要的地位 比如说有人就是 经常要去追这个开心麻花 为什么开心麻花这么火 中国时尚 我们知道中国从Made in China 已经我们现在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这个概念 我们不再是一个服装的代工厂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中国自己的时尚产业 这个产业是什么样子的 在过年的时候 我们推出了相情与相仇 就是很难让人理解说 为什么在两个星期的时间内 二月份每年二月份有两个星期的时间 中国有十亿人在路上跑 为什么 他们在干什么 那后来也有一些人他们不跑了 为什么 他们的家乡是回得去的吗 还是再也回不去了 这是 这是大家给 现在给大家看到的是杂志的一个页面 这是2020年的第一期 一看到这是 中国人的育情节是从何而来的 这是我刚才说的滑雪产业 这是为什么人们对味精仍然如此的警惕 农村垃圾分类是什么样的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瑕谱 我们知道吃过海带 你知道海带是怎么收上来的 怎么种下去怎么收上来的吗 海带之乡 中国摄影师最爱去的地方 较普 电竞产业 大家知道 从王思聪知道了电竞 对不对 我们这里关注的是什么 女孩子 女选手也在电竞的赛场称王 这个是很多人还不知道的一个领域 毛雪旺 这些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中国菜 谈中国永远离不开中国菜 杂志每一期都有定时应景的中国菜 切开庐山真面目 庐山跟中国的其他的山很不一样 当然每个山都不一样 大家可能听说过庐山炼 这个电影听说过 庐山有什么特别之处 每一期都介绍一个 你以为它很普通 其实它很有故事的地方 师姐 我稍微打断一下 我看大家都在夸赞 您的选题特别好 然后我也很好奇 就是是不是 就像您在推文里说的 就是你们的来自六个国家的团队 每次都轻轻选的这个话题 是这样的 我们的选题 特别要避免一个什么呢 避免自说自话 就是如果都是中国人在说 我们觉得那就很容易陷入一个自说自话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想告诉你什么 关于中国的什么 而有一个五到六个国家的团队 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什么才是别人最感兴趣的东西 那从用户出发 这个选题才是最有价值的 明白了 对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您的这个杂志特别接地气 刚才大家都在夸这个选题特别好 好 您继续 谢谢 谢谢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 如果老师把这个东西介绍给学生 学生一定喜欢 就是因为我们的编辑其实是代表了读者的 现在我给大家看到的这个页面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出的这个中国抗议史 疫情专刊的这个一个主文章 叫中国抗议史 这个文章我觉得我非常的喜欢 为什么 它是解决解答了很多外国人疑惑的问题 说你们中国的这个对细菌 对病对这个传染病的认识 是不是来自西方 你们是不是 你们为什么会有自己的防疫体系 你们防控疫情的这个体系是哪里来的 你们为什么能做得这么好 我们盘点了 我们明末清初的天花 清朝末年的霍乱 20世纪初的东北大鼠疫 03年的SARS 所有这些流行病 中国人在与之战斗的过程当中 逐渐完善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 这个体系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体系 举国防疫的这个体系 实际上是几百年来生命换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中间截了一两张的图 这是非常深度的一个文章 左边很有意思 大家看到这是清朝在种豆 就是这个牛豆 就是比较那时候是人豆 就是清朝的时候 这个天花非常的流行 那个时候这个贵族要种豆 这是一种防疫 那右边这个图大家看到的 叫必斗所 必斗所大家想一想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这待着 可以躲 躲这个瘟疫 中国最早的传染病院 大家知道是哪吗 看见这个字了吗 冰疆防疫疑似病院 我们从大量的文献中找到 这是在哈尔滨 古莲德博士 在哈尔滨防控肺鼠疫的时候 最早征用当地的学校 征用当地的房屋来做这个疑似病院 最早的传染病院 这就是我们方舱的雏形啊 就是如果你有轻症 或者你怀疑你有得了这个病 你就不要在家里住了 你搬到这儿来 就是这个我们的方舱 它是有源源的 这是在哈尔滨 好 右边这个很有意思 我们大家家里有这个 五十年代的家长的话 就会知道这个词叫爱国卫生运动 那讲卫生大家都知道 小朋友从幼儿园就开始讲卫生 可是哪一个国家的人 把讲卫生跟爱国联系在一起 没有 只有中国 在中国为什么大家要灭老鼠 灭蚊子 看见他们都在撒那个消毒液 为什么 消灭瘟疫 消灭老鼠 消灭蚊虫 就是爱国 这是从五十年代 兴起的爱国卫生运动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刚才讲到的这个伍联德博士 他就是中国这个口罩 他最早这个口罩的发明的 发明 就是叫武士口罩 你现在看到的 在耳朵上挂两个绳 这样的口罩的形式 伍联德博士发明的 他的口罩拯救了东北无数的生命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对口罩很容易接受 经过了这些 那我们今年我们在武汉 在疫情的时候 我们非常的希望 大家不要忘记 武汉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在疫情过去以后 你可以去武汉 尝一尝三鲜豆皮 体验一下武汉过早的精髓 他们的早餐是什么样的 这是一个非常有生活的城市 右边是茶干湖的东部 吉林当地的渔民是怎样在湖上打个洞 从那个里面冬天从冰下面抛食的 刚才我给大家举的是我们的一些例子 随时随地了解中国的 还要看我们这个网站 刚才呢我讲的杂志 我们的杂志是两个月一期 因为每两个月 做记者和我们的编辑 经过大量的案头调研 我们查阅无数的资料 可能写出这么多的深度长文 来给作者给读者 那很多人说我需要的更多 我两个月一期我等不及 我们有网站叫做worldofchinese.com 这个网站上我们每天都有更新的博客 我们左边是我们的电子刊 每天都有小小的文章 比如说关于社会方面的地摊经济 大家有没有前段时间 大家在疫情快要平息的时候 大家听说过这个地摊经济 对不对 地摊经济是什么样的 农产品的直播带货 是怎样帮助了贫困地区走出大山的 中国有哪些独立电影节 还有疫情催生的新的文化 提倡公快 盲盒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 我们起的题目叫blind toy joy 就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 但是你就莫名满足 尊重盲人和导盲犬 因为很多的 就是西方社会有一个成见吧 它认为在中国是缺少对残疾人的关怀的 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社会正在不断地进步 我们已经在对导盲犬 对盲人的各种设施上在不断地完善中 我们也有一些历史或者是老一点的文化 比如静态文化 比如说屋脊兽 故宫的屋顶上那些小人都是什么 中国每一个城市的试花是什么 它所对应的英文怎么说 风筝的艺术 清明节的习俗 中国饼干 还有与苏东坡有关的美食等等 我找到了一些 那也有语言方面的 语言方面的比如说和茶有关的成语 关于傻瓜的成语 描写友谊的诗句 写给爱人的诗句 我们收到的很多的这个读者说 我想给我的中国对象写一张贺卡 上面写什么才显得我特别有文化 推荐说写给爱人的诗句可以用哪些 关心病人的问候语 他们既是诗人又是将军 中国历史人物的盘点 可能大家想不到 学生其实对历史非常的感兴趣 我们曾经有这个特别火的文章 我都没有想到 什么呢 我们叫badass ladies 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特别牛的女人 就是这个话题极为热门 每一期都是我们的热榜 比如说什么呢 文成公主 女海盗正一嫂 女皇帝武则天 就是女御医谁谁谁等等 非常有趣 所以我们老师是不是也应该当一个学生 说看了加勒比海盗过来问 老师加勒比海盗有一个穿着清朝服装的中国女人 这个人是真的有时有其人吗 她从哪来的 我们的老师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知识储备 中国历史上传说中的女海盗她是谁 我想跟老师们还有一个特别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叫社交汉语 比如说怎么聊星座 我们在学英文的时候 老师说跟陌生人聊天 打开话匣子第一个聊什么 聊天气对不对 但是我们中国人你跟陌生人聊天 开始聊天气 不是一个特别能聊下去的话题 不非你遇到气象学家 天儿怎么好 一直说天气 但是聊星座很管用 大部分时候聊星座至少能让你聊一会儿 还有有学生说我看 我看我中文我学的很好了 但是我看中国的宫斗剧 我看不懂 这个里面有宫斗剧专用语 我们会介绍 什么叫这个臣妾做不到我 这是为什么这么说 还有怎样聊红酒 这是我们在红酒这一期里面的一些教大家 半圈女孩用语 什么样的话在网上一出现 你就知道她是饭圈女孩 像艺术评论家一样说话 当我们受邀去一个艺术馆 或者我们评论一件艺术作品的时候 我们该从哪个角度来说 没有逛街必备的 我其实这个里面很多的社交汉语 我觉得特别有用 曾经有一个人就是我们有一期叫像佛教徒一样说话 然后反馈非常的好 说第一是有人告诉我们编辑跟我说 说我就觉得中国是不是有很多人都信佛呀 说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他说因为我听到有人用佛教用语跟我说 哎回头是岸呢 然后他说他一定信佛 我说他不一定信佛 但是中国的这些好多的语言是从佛教当中来的 所以比如说回头是岸 还有有人庆幸的时候说 哎哟阿弥陀佛 就是这些词 他是从佛教中来的 但他并不一定 他就是个佛教徒 当你把这些词了解了以后 你会引用一个特殊的风格去 无论是写作还是对话会觉得非常有意思 那我们有一些这个企业团 这个精英学生他会要学习的是如何谈判 怎么写工作的年度总结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这个非常重要 在我们的企业学生里面 很多人是不会 他们最想学的是怎样辞职 怎样写年度总结 对吧 年度总结我干得很好 干得很好 你说得很好吗 怎么夸人才能显得发自肺腑 这期你看到题目叫什么 叫sweet nothings 就是特别的甜美 但他什么也没有 中文里有一个新 有一个非常怎么说 非常新的词叫彩虹癖 就是很空但是很美好 这样的词 当别人说就类似于我们英文说interesting 然后他真的觉得interesting呢 他只是可能只是敷衍 那么哪些话是敷衍 哪些话是真的发自肺腑 区别一下 否则你在交际当中可能会有问题 还有一些生词 生词 新词语 比如说盘他 什么都能盘 我们盘珠子盘核桃 社畜 是吧 996 还有很多的经 有细经 有杠经 这些词在英文中是有对应的词 中文怎么说他 举个例子 怎样得体而不失真诚的回答 我穿这件衣服好看吗 看到这里可能 想这有什么可回答的 其实 这句话很重要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回答不好 它不是一个送分题 它是一个送命题 这句话 我穿这件衣服好看吗 不同的对象问你这句话的时候 他的重心是不一样的 你的对象问你这句话的时候 你觉得他是在问衣服吗 如果你回答 这个衣服 这个季节正好穿 可能有点困难 那你的闺蜜问你 我穿这件衣服好看吗 你说 你长得真好看 穿什么都美 他可能很不高兴 所以 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可以学一些 不一定的学生 怎么从衣服的角度 怎么从季节的角度 怎么从人的角度 来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最送命的 你见过最送命的题是问 你瞅啥 这真的是一个送命题 大家有人知道 你瞅啥 怎么回答最好吗 可以在留言区 给直刚一个反馈 因为我这里共享着屏幕 我看不见大家的回答 我们的 在东北你如果回答不好 你瞅啥 这个有点危险 我们的编辑给了一个 特别巧妙的回答 大哥你金链子真好看 大哥你这发型真不错 大哥你这T恤哪买的 非常安全的回答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聊心做 聊心做是一种社交技巧 为什么这么说 你要把聊心做和你的社交目的结合起来 当他的心做跟你一样的时候 你也是双子做 太好了 我也是 我是射手做 听说我这个射手做和你的双子做很合得来 你是金牛做 听说你们都很擅长理财 想拒绝别人的时候 可以说 其实不是我想拒绝你 对吧 我是出你做 我就是完美主义者 抱歉 我这个人太挑剔 这是一种可高可低 万用的一种描法 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愚人节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博客 是这一天做了一个叫愚人节快乐 选择一个成语 Idioms on Idiots 怎么用成语来优雅的说傻瓜 那学生说 我想说他这件事做得很傻 但是呢 我直接骂他傻瓜 显得我很没文化 那我可不可以用一点成语呢 韩非子的时候就开始有傻瓜了 教你一个词叫做手朱带兔 看一下 这一段的描述告诉你 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 这个人他傻在哪 那这个成语用在哪 用来嘲讽那些 不切实际做白日梦 什么都不想做 还想把不劳而获的人 给你一个句子叫 你得主动寻找机会 守株带兔可找不到新工作 梦子里有傻瓜 叫亚苗助长 给学生留这么多作业 就是亚苗助长 对他们的学习未必有帮助 这也是一种傻瓜 什么样的傻瓜 你可以用亚苗助长 掩耳盗铃 什么样的傻瓜 你可以说它是掩耳盗铃 你吃这么多保健品 保护你的肺 却不去戒烟 这无异于掩耳盗铃 化舌天足 这是用来说什么样的傻瓜呢 别再给生日蛋糕加什么装饰了 这就是化舌天足 我们还有这样的文章叫做跟茶有关的成语或者是俗语 我们盘点完以后 你会发现 就是很多学生说这个茶是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 但是事实上 老师你经常喝茶吗 其实我不经常喝它 但是这个茶为什么在中国这么有名 我们把这些成语盘点出来以后 我们发现 茶你看它跟什么词 搭配的最多 茶饭不思 酥茶淡饭 茶鱼饭后 我们发现茶和饭它结合在一起 可见这个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是多么的不可或缺 我们的这些小的博客 其实解决了一些学习成语的难点 比如说有人会问老师说 什么时机来教成语 并不是只有高水平的学生才学习成语 有初级班的学生 汉语还没有那么好 那他们会问说 那我是不是就不能学习成语 我理解不到那样的深度 不是的 你可以把这个成语的故事讲给你听 你看了你就学会了 你学这个成语不困难 是不是日常的口语里才有机会用成语 也不是 是不是只有书面语里才用成语 不是 日常的口语里也有机会用 你说别人是傻瓜的时候你都可以用 还有怎么巧妙的引进据点 不会让人觉得你要书带 你故意引用一个别人不明白的东西 巧妙的引进据点 所以成语学习的这几个难点 我们来解决它 还有一个什么 魅力汉字的栏目是我们的经典栏目 每一期我们都有一个很 一个汉字 这个字呢 我们讲它的 汉字的这几个难点 我们怎么来解决 我们讲它的字音 讲它的字形 字的读音是有规律的 虽然我们说这个 看见这个字你就猜到它是什么意思 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它是有规律的 字形 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字的源流 可以了解这个部件 我们去识别这些部件 还有字的用法 每一个字能够组成什么样的词 它在组成不同的词的时候 表达的意思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举个例子 风 我们的编辑提炼了一个 叫过江千尺浪 都如万干邪 这句话里面没有一个风 但是你一看到它你就知道 这是在讲风 我们先看到的是什么 讲它的 这就是风这个字的文化内涵 好 我们看到 怎么挡得这么不一样 它都是风呢 对 挡得这么不一样 它就是一个字 它是怎么变化而来的 它的基础意义是什么 那藤坚用法是什么 最早的字 大家看一下这个 是不是像一只鸟 其实最早的风和凤凰的凤 它是一个字形 后来呢 这个意义分化了 分化以后字形也要出现分化 来匹配这两个不同的意义 所以一个短的凤 叫做风 我们可以看到 它表达它本意的风 有哪些 比如说微风 台风 季风 好 有一个词 它看上去是表达它这个 win这个本意 但是实际上它可以有引申的意义 就是春风 我们学到的是什么 近年来很顺利 春风满面 它加近来很顺利 春风满面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我们还会讲到 给大家讲到这个三国演义里面 赤壁之战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 很多人说 我什么时候才能给学生讲三国呀 他们这个汉语这么差 对不对 还出几班 那你讲这个字的时候 你就可以给他讲了 在三国这个故事里面 有这样一个赤壁之战 叫做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什么都可以了 就等这个东风一来 就可以烧了 这个故事 我相信 他们一定是会非常感兴趣的 而且所有这些字都不难 那我们发现风这个字 它不光是一个表示天象的 你看到没有 它是politics business society 这几个方面 那你说风怎么就能在这几个方面 能用于这几个方面的话题讨论呢 风交加 风平浪静 任何的社会改革都不会是风平浪静的 在政治和经济的讨论中 我们会用到这个风这个词 还有 因为这个风啊 它总是在 它是在变化的 它是移动很快的 所以这个风 用于来表达这种变化的风气 那风俗 风土人情 风气 这些地方也会用到这个字 它还可以用来哪些方面呢 behavior attitude 对不对 这些是用在人的身上 用在人的身上 风度 它很有学者的风采 它很有风度 还可以用来什么 表达 快速的变化和快速的趋势 风卷残云 所以在一个成语里 当你看到这个风的时候 你大概可以猜到 它可能是表现什么 是表现一种变化 一种趋势 即使那几个字 剩下仨字你都不认识 风靡一时 风声 打探风声 通风报信 这个风是什么意思 信息 所以这个是用来表示信息 或者表示观点 风言风语 我们看到 这个风字可以引申出这么多的意义 在每一个方面 是不是一个字 你可以讲一学期 在每一个方面 都可以一个一个讲下去 还没完呢 上一次我在讲东南亚的班的时候 他们对风水特别感兴趣 那为什么是风水呢 风和水 对不对 为什么不是山水 不是别的水呢 因为这个风 是用来描述环境的 风光 风景 听说过 为临风景 无患 还有是 表示什么呢 还有这个风 我们前面讲过这个 表示政治和经济方面 这个风表示 这个潮流的变化 风风语语 这个一定不是一帆风顺的意思 这个风风语语 就是一个遭遇了很多很多的变化 60多年来的风语语涌上他的心头 还有这样风云变幻 黄风咒语等等 乘风破浪 好 再分享一个一个栏目叫做街头里语 大家特别流行的 这个就讲到了这个车离子自由 不详细说了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杂志当中看到 还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啊 叫做我不要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还有咸鱼 有人学生说老师我已经是一条咸鱼了 这个词很好 意思是这个用的很好啊 意思是你不要再给我布置作业了 我心如死灰 我没有什么动力了 所以我们的话题非常那么丰富 我们直接关注当代的中国人 为什么当代的中国人特别重要 我们不希望所有外部世界的眼睛都只关注在过去的中国 老的旧的中国 我们让他们看到现在器官捐献 这是在中国一个新的潮流 很多人器官移植 在器官捐献我们不再 就是怎么说 被老的说身体发福受之父母 我们不能捐器官 我们不再有这样的这个约束 这个传统把我们禁锢 我们会有新的这个思想 我们要去救别人 我们器官捐献在中国现在越来越普遍 有很多人生前就签了这个器官捐献的协议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 软基因食品 在中国 他的遇到什么困难 出国投资热 这个是一个新兴的话题 中国人的钱 跑到国外去干什么了 辅助升职技术 这也是一个以前没有人关心的话题 现在很 有很多人的关心 打工子弟学校 你们看过城里的学校 你们知道打工子弟学校是什么样子的吗 选美比赛 女性的觉醒 女性的意识 新的选美比赛已经 和原来的选美比赛已经有很大的不一样了 这个趋势在变 中国女性的地位在提高 我们着眼于人的故事 可以看到城市里的三轮车 你见过各种各样 每个地方的三轮车 它的名字都不一样 对吧 有叫小蹦蹦 有每个地方名字都不一样 很可爱的 澡堂子 南方和北方的澡堂是非常不一样 算命 这个不是封建迷信吗 其实算命还是特别火 为什么 换了不同的 刚才我们说了 有讲星座 有玩塔罗牌 有看水晶球 有摸麦 有看手文 各种各样的算命 为什么 他还挺火的 换了中国当代人的失眠问题 关心完了吃 我们就要来看看 睡觉的问题 很大的 我们关心的健康问题 中国人为什么爱玉食 这就是那篇叫喜玉文化 既有古今的差异 又有南北之分 好 大家都知道 这个华清池里贵妃怎么出玉 那贵妃出玉这套洗澡的流程 现在在中国 在哪里还有 南方和 仅仅是一个古今的差别 南北的差异也是要很大的 每一个非常大的 这个文化的话题后面 都有一个 叫做Chinese unique 比如说 一篇关于滑雪的文章 后就会有 关于滑雪的词 有用的句 等等 词汇的学习和例句的应用 我们也 我们会突破语言的障碍来讲 跨文化交际的知识 就像我刚才说的 学生你的语言还达不到 可以理解这个 这个跨文化的很多文章的时候 但是你可以用英文读啊 你可以用英文读 那我们可以给你用英文来讲 这个跨文化 比如说 为什么家家都在做白菜 白菜对中国人有多重要 一句话叫做白菜 不如白菜 还有 大家 中国学生为什么课堂纪律特别好 其他国家的学生 为什么课堂纪律没有那么好 亚洲学生 课堂纪律都特别好 我们有一句古话叫 不以规矩 不成方圆 我们就讲讲这句话的来历 来讲一下跨文化的知识 为什么 大家尽管独生子女 证度这么多年 还是有很多人心心念念 生完一个再生一个 他生完一个女 你能说他是重男轻女吗 他已经有一个儿子了 但他还想再生一个女儿 为什么 因为他心里觉得 一儿一女才能凑成一个好字 我们写了这样的文章 说他是希望有一个 凑成一个好 而不光是重男轻女 还有就是这个春运 春是什么意思 运是什么意思 我们叫Spring Transport 做了这样的跨文化的知识 我们把这些杂志里面 重要的栏目都集萃起来 最后就形成了一套丛书 叫做汉语世界的中国故事丛书 现在我们已经出了五本 其实已经是六本了 还有一本就是快要出来了 在这六本里面 我特别推荐的是这个 叫做Radical Expressions 是52个汉字盘点千年中国 就是我刚才说的汉字栏目的一个集萃 我们把这些汉字 把它分成社会人文法理 这个等等的一些类别 只有五十多个字 但是它真的是你从中读到了千年的中国 还有一个叫 Meanwhile in China 这个就是中国你从一个细小的物件上来看中国的变化发展 举个小例子我们有一个叫铃声之变 叫什么呢 为什么大家听说过拨电话这个词吧 为什么拨电话 因为电话最先是这样的 对吧 然后之后是这样的 现在是这样的 对吧 所以它的变化 它在这本书里面有 还有呢 校服 中国人古代 以前的校服是什么样子的 可能读到民国时的我的校服是什么样的 之后我们什么样的校服 是那个运动服上衣和裤子的 之后我们现在新的学生的校服是什么样子 非常有趣 可以看到语言其实是在不断地更新的 我们的知识也要更新 所以我给大家带来这个杂志 给大家看到所有这些杂志的栏目 这些每一个小空点都是我们的一个栏目 介绍图书 介绍电影 对话先锋 介绍艺术家 社交 街头里语等等 都在给你一个新的某一个方面的知识 让你在里面做更新 所以我最后一个页面会停在这里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来读我们的汉语世界杂志 来持续的了解中国 如果你是老师 你可以推荐你的学生来读 这样你们之间讨论的话题会更多一些 左边呢 是我们的微信公号 大家可以扫 网码 右边呢 是我们的APP 但是我们的APP现在只有iOS 就是适应苹果的 公桌都没有做 所以我更推荐的大家是用这个微信 来读我们的杂志 好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然后我要把主持人还给志刚了 志刚我现在是这样 我把主持人交给你 是不是 对你还给我吧 不好意思啊 就是我应该叫楚老师啊 比较正实也比较尊敬 跟师姐特别亲啊 私下里我也这么叫 所以大家不要介意 特别喜欢也特别尊敬我的这位师姐 你先把host叫给我 好吧 然后我来 稍等 他们的环节 好吧 我 我 每一个 在这里 对 你 你 看自己打我的名字 就可以了 抱歉 我 没事 我发一个 你留一句话吗 我可以找到你 对 我找不到你 看见了 对 大家不要着急啊 后面还有更精彩的环节 然后我经常开玩笑 我说谁如果提前离开了 所以是三个意义啊 这张抱歉 我还是 因为在我的屏幕上 我没有看到你的头像 你去我们的屏幕的最上 就是那个最上端 然后你的右下角 应该有一个participate 就是参加者 对 你找一下那个参加者 抱歉 我在 好 看到你了 嗯 我现在打开我的摄像头啊 然后请大家关闭你的摄像头 好吧 大家可以看到听到我吗 如果可以的话给我一个很快的提示 好吧 好 谢谢 那我们先来做一个小咬的互动 就如果大家觉得 楚老师的分享很精彩 大家打一个1 觉得非常精彩 打一个2 觉得非常非常精彩 可以打个3 对 太可爱了 好 是这样的 就我们现在呢 是Q&A的环节 就大家来互动交流 咱们大家关闭一下您的摄像头 好吧 我看有的老师还躺在床上啊 不好这样 好 我们现在这样 就是因为楚老师 让师姐辛苦了 你 你先稍微休息一下 好吧 然后呢 大家呢 可以想一下您的问题 大家可以把您的问题呢 就是打字 放在我们的直播间 或者一会儿呢 大家可以 这个打开话筒 直接提问 我先给大家分享 一个小的花絮 大家知道 就是无论我在公众平台上 推出的这个付费讲座 还是像今天的这样的快闪的 这种公益的直播讲座 那每次直播的时候 我都会一般会叮嘱 我们的老师和同学 我说大家呢 先认真听讲 不要着急提问 我们把问题 和你的所有的这些互动 留到我们后面的Q&A环节 但知道吗 就是 师姐你知道吗 就今天你在讲的时候 因为你一直在专注的讲 就是直播间里 一直在互动 就各种留言 各种 被挡都挡不住 所以后来 首先我也不提醒 我也真的特别开心 因为我觉得大家 非常用心的感受到 这本杂志的魅力 然后您和您的团队 对这本杂志的用心 我想大家都可以感觉到 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小花絮 我在推文里也提到了 2016年我来美国 我在美国正式四年 我来美国进行教学 当时呢 我在这个行李箱里呢 就有两本 这个汉语世界的这个杂志 然后当时还是这个师姐 亲自寄给我的 当时知道我要来美国 可能你自己都忘了 然后呢 就是那一年 有一个流行词 我不知道有的老师 乔同学有没有 还有没有记得 就那一年有一个流行词 叫用了洪荒之力 对 那初会 对 叫什么 附会员吧 对吧 对 附会员 有一个用了 洪荒之力 然后呢 那个洪荒之力 当时就出现在 我带的那本杂志里 就是我印象非常深 就是怎么 这个洪荒之力 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什么时候可以去表达 所以我印象特别深 然后呢 当时呢 我把这个 这本杂志 自己看完以后 就留在了我的教室 就很有意思 我 因为 也很巧 因为第二天 我这个生病了 没有来这个学校 然后呢 学校们就找了我们 一位通行老师 替我代课 但第二天 我回到教室 我发现这本杂志不见了 没了 然后就被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 争相传阅 尤其是老师 所以我觉得就是 尽管啊 可能大家有一些 自己不同的角度 甚至我看刚才 有些老师 还有一些 小小的争议啊 比如说会不会 这个爱国的味道太重了 或者是什么 但我觉得这本杂志的品质 包括我觉得这本杂志的这个 大家都很认可的一个一点 就是用 特别的角度啊 讲最真实的中国故事 我想大家都是同意的 是不是啊 所以我也非常替师姐开心 也骄傲 就做出了这么一本 有品质的杂志 然后大家的留言 虽然各不相同 但是通过大家刚才的反馈 大家很多老师打三身 打三三三三三三 就非常非常精彩 我觉得大家都是 了解到我们这本杂志 独特的视角和接地气 然后呢 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看有的老师 已经在提问了啊 我师姐 你能看到大家的这个问题吗 对我现在正在看 对因为 我觉得字好多 对不太能够的作物 他可能就是不是等到熟悉 没关系 我来替你选几个 就大家都跟我关心的问题 好吧 你挑选一下 对第一个就是这本杂志 是英语为主 还是中英双语 是90%英文 但是重要的地方是 比如说关键词 学汉语的栏目 重要的中文的这个里语 这些都是中文的 好 然后呢 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师姐就是有好多老师在问 这有我提师姐来回答吧 好吧 这个就是这个杂志怎么订购 大家不要着急 一会我们直播结束以后 我们会在微信群里 专门的跟大家说 然后电子版怎么获取 这些问题 就是关于这些订阅的问题 我们都会有专门的说明 然后有位老师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师姐 他说怎么投稿 是这样 我们的杂志因为为了保持这个品质 所以我们只有专栏作家的作品 所以我们基本上不接受临时的投稿 但是如果觉得你这个文章写的特别好 我们肯定不接受那样的学术论文 主要是讲中国故事这样的好的故事 比如说你有好的摄影作品 好的故事可以投稿给我们 在我们的杂志上有专门的投稿邮箱 如果你的文章写的特别好 我们编辑可能会约你成为专栏作家 太好了 但是我们的作者一般都非常的固定 我明白 但是我觉得大家特别热情 好多老师 非常感谢 对一会我们再去 你也可以再去 你跟大家多互动 刚才有位我们北宇的同学 我认识他 他们团队缺人 谢谢大家 其实我们就是一直都 这个张开怀抱欢迎大家 我每年都会 就是希望大家 欢迎大家来实习 我们有在我们的杂志上 有登着我们的实习岗位 是怎么来投实习的简历 我们随时 我们一年四季都有 来自世界各地的实习生 在我们这里实习 很多人是坐着飞机过来实习的 对 然后是这样 世界我刚才一直在非常认真的 看大家的留言 就是我觉得这本杂志 真的是一本宝藏杂志 为什么呢 因为就外国学生 怎么可以去了解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刚才你已经阐释的非常清楚了 那这是从这个汉语学习者的角度来说 那作为一个汉语教师 大家知道我们作为一个汉语教师 我们的英语的提升 一直是一个硬核 对吧 这是一个必备的功课 我觉得当时我读这本杂志的时候 其实我最开始是作为一个阅读的材料 因为都是原汁原味的英语 那还有肖老师刚才在这个留言里说 其实给我们中国的学英语的孩子看也挺好的 所以我不知道世界 所以我不知道世界 你作为这本杂志的主编 就除了这种常规的 给外国学生的这种推介和销售之外 就是你们团队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想法 比如说能让更多的人从这本杂志受益 有没有这样的尝试 是的 其实我们想给各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 和英语系的学生来推荐这个 国内的学生来推荐这个杂志 因为我们一直觉得 像特别是学英语专业的很多人 你让他谈莎士比亚 他头头是道 你让他谈一个牡丹亭 他很困难 他发现这些东西都不会谈 所以我就想这不是一个国际化人才的一个培养标准 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标准是你的英语 一定要达到能把你自己的故事讲好 你这样去国还是一个不同于老外的一个人 一个一个文化师者也好 或者是你有你独特的价值 所以我是我们在这方面在打算去做 但是一定做的还不够 所以才会有大家这么多人说 还不知道你们杂志 但是我们工作还做的不够 希望大家能够 如果你觉得好 请你告诉你的朋友 你的同学 帮我们宣传出去 如果你觉得不好 一定悄悄的告诉我 好 谢谢师姐 其实师姐你可能不知道 就是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 有好多就是 我自己特别熟悉的 特别喜爱的朋友 然后呢 就是我自己个人的 也是咱们这个北宇的校友 刘刚老师 他在我们的直播间 然后呢 刚才他这个微信 一直跟我说 这个丑老师讲的太好了 因为他是在美国的大学 从事汉语教学 好 刘刚师兄现身了 你好 我把你的这个话筒 mute掉 对 你要不要对大家说一下 因为你是在美国从事这个 面向美国大学生的中文教学 而且你之前做过专门的 就是文化教学的分享 你要不要简单的跟大家聊一下 因为好多老师也特别喜欢你 刘老师 我首先呢 特别感谢 我觉得那个 我首先 其实我先不感谢初老师 我先感谢志刚 为什么了 就是那个 我觉得就是这个讲座 这次讲座 我觉得就是志刚要求我来参加 也不是说志刚要求我来参加 他给我一个RV 然后我扫了 然后自己来参加 然后我觉得特别特别及时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因为我现在其实正在考虑下学期 可能要开一个给美国学生的一个 关于中国文化的一个用英语讲的一个课 然后这个课呢 主要是集中在 就是说我们想用一些中国网站上 或者是YouTube上面的一些视频 然后通过这些视频来介绍中国文化 然后这方面是准备好了 但另一方面呢 就是说我来想 因为你这个课光有视频是不行 你还需要有一定的阅读材料 然后我在想 这阅读材料从哪里来 你给他们看中文的话 他们中文是看不懂的 那英文呢 相应的关于介绍中国的材料 网友标有限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又正好今天来听了 初老师这个讲座 我觉得真是太及时了 然后这就是 初老师就是整个就是 我感觉这个汉语杂志 因为我在听的时候 一般也一边听一边也翻了一下 就是初老师以前的这些杂志的这些 一些片段一些介绍啊 我觉得给我一个整体的印象 就是他的时尚感特别强 就这种时尚感实际上是两个方面 一方面就是说整个所有的那个配图 我觉得这个杂志 如果你要吸引人来看的话 他就是整个的杂志这个配图是特别重要 然后所有的汉语世界这个杂志的配图 就是第一眼就让人看的 就是感觉特别喜欢 就是我觉得这点非常了不起 另外呢 就是说我说所有的这些话题 这些话题就是不是说 我们当谈到中国文化 我们就要谈金句啊 谈大熊猫啊 这种东西 当然就是初老师这个杂志里面也有这个 但是切入的角度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时尚感的一种角度 就是从我们大家现在关注 特别喜欢关注的这种角度来切入 我觉得这这点这种杂志做的非常非常难得 就是所以说我感觉就是今天我能来听这个讲座 特别幸运 感觉终于找到了我想要找到的资源 那其实就是因为刘老师 我想大家肯定还有其他人有很多问题 有讲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啊 就是现在 只刚把这个话筒给了我 我就趁机问两个问题 然后问初老师两个问题 然后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 其实是关于订阅方面的 因为我知道这个杂志有直字版 也有电子版 然后我刚才在那个微信公众号上 也看到他有那个微信的版本 那我想我的一个问题是 假设就是如果我们这边订阅这个杂志的话 如果我想把这个杂志分享给我的学生 就是假设我如果通过微信来订阅的话 有没有什么渠道 就除了给微信截屏以外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渠道可以分享给我的学生 这是一点 就是尤其是那种没有微信的这种学生 然后这个同样也是电子版 如果是电子版的话 如果因为像我们这种在国外受课的老师 就是订阅直字版的可能性 其实并不是非常大 那个电子版的情况下 如果我想把其中的相关文章介绍给学生的话 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途径 师姐 就是说这个问题你可以很快的回答吗 如果你可以很快的回答 你就来回答 如果你不方便 就是如果你这边没有办法 就三言两语把它解释清楚 我们一会儿到我们那个微信区里 去这个专门的回答 好吧 因为我不想 好三句话吧 第一是都可以订阅 第二如果您给学生 我们可以做大宗的团购 然后一会儿群里面 我们的发行专员会跟您 可以跟您单独联系 第三呢是如果您想要把它用到您的课件里 我非常强烈的推荐您使用我们的这个网站 我们的网站有很多的免费的文章 你可以用它 但是我们的杂志的内容会放到网站会之后一些 就是网站的文章会 不是像杂志那么长的文章 最新的一期不会在我们的网站上 谢谢这个刘刚师兄 也谢谢这个丹丹师姐 我觉得一位师兄一位师姐 让我特别开心 大家知道 就是每次刘刚师兄现身的时候 我就觉得特别踏实 因为他跟我的气场不一样 我是那种热情万丈的 就特别有自己的 好多老师和同学说 感觉你有用不完的热情 但是刘刚师兄就特别沉稳 有自己的见解 所以我觉得刚才他的这种点评也好 反馈也好 或者分享也好 就特别的 怎么说呢 有意义 我也特别开心 然后呢 就是丹丹师姐可能还不知道 就是 之前我们这个直播 一般完了之后 就大家有各种问题 就是各种系列 但到现在为止 大家都是各种赞赏 各种这个surprise 所以我也特别开心 那么 那么